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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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疾病會產生一定有原因 其實我們人就是要去追求一個答案 為什麼我這個東西 為什麼我這個疾病會產生 其實很多東西都是跟立腺體有關 因為當我們的立腺體它數量越來越少 大量死亡 然後其實我們人體功能代謝就越來越差 當你代謝越來越差的時候 其實你很多疾病就會產生 所以我才會踏入到保健品這一塊 去研發去找尋這個答案 到底我們人會神病一定有什麼原因 像我們一般保健品其實每個人吃 自己每個人吸收速度都不一樣 那我們其實為什麼會有這個量子 就是因為它可以去刺激我們人體的細胞 那我們刺激我們之後呢 那有一些他們就是代謝功能比較慢的 他們就因為這個可以增加代謝跟吸收 這其實是蠻重要的 就是說你吃的這個保健品到底有沒有效 十個人吃一樣的東西 可是每個人感受出來都不一樣 所以其實量子共振這個東西它還蠻重要的 所以我們現在的人生活壓力大 這又變成是一種常態系 所以說我們也會希望說 藉由這些我們開發的產品 能夠改變社會大眾 那先知美人的話 它比較強調就是 我們一般全面發展的這一塊 去做為就是開發的初衷 命令人來講的話 它比較在強化就是我們跟身心這一塊 對於保健食品不再只是痛哪裡不哪裡 甚至於可以到達就是維持你的心境 讓你的思維能夠更好 思維來講的話有時候 你今天你很正常 你很開心 基本上生病也不太會找上 像生技市場商品百百種 就是有單一的品項啊 維他命C啊 吃什麼補什麼 我們就是從最原先的核心 開始慢慢的去研究 也讓我們發現到立腺底這一塊 這一塊來講的話 基本上補足一個東西 基本上全部都補足 讓我們能夠進而改善人體 眾多的產生 再加一點這個命令 以往我本來就有保健食品 在使用的一些觀念跟保養的觀念 那我就是會去買最基本的C啊 B啊 或是女生要補充鈣質或TLG這類的 睡眠幫助的話 比較不會有那麼嚴重的疲倦感 因為其實我是屬於早上起床 很困難組啊 吃了一陣子之後 我早上起床的時候 精神就稍微比較好一點 不會那個疲勞感 一直覺得代謝比較難做 它的用料都蠻實在的 包含開始打開吃跟泡水喝 我都覺得還蠻好吸收 而且它分量也蠻多 所以我覺得挺OK的 一定會有很多人會有很多反對的問題 一定會有很多人會有很多反對的問題 你不可能啦 你做這個行業不可能 其實我覺得任何事情都是要堅持 因為其實我都會去看很多社會上的成功人士 為什麼他們之所以會那麼成功 其實他們過去也是經歷到很多的挫折 很多的反對 很多的不可能 那為什麼他們會成為可能 就是因為他們一路一直檢視 他們沒有放棄 你沒有放棄 那我們就是不斷的一直做 那不斷的一直找人 找到對人的盡量 那我們其實我們就會獲得你的想要